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嗯 做得怎么样啊 还是慢慢做 我做好 没关系 做一个东西慢慢做吧 我也不知道是第一个人做 就想着你们过得更好一点 别不信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那个女儿去买甘蔗吃 路上啊 她们用那个刀削的 那个有棱角 她牙齿一咬啊 一下子松动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吃甘蔗太费力了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 对这个皮的处理啊 要一定要处理得到位一点 不会有那个硬皮啊 或者有棱角啊 我才想到这个甘蔗消息 这一次我们做了很大的调整 就是这里呢 我们这个尺盘啊 这个加大了 然后提高它的倍数 又把它的齿轮的倍数也提高了 柔韧性比较好 为了保护甘蔗 不让它受到损害 所以说我们这个刀头啊 和内部啊 是整体调整 这里啊 有个很大的一个出料口 甘蔗的那个皮啊 碎末啊 都可以从这里流出来 不想让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看到我失败的一面 机器削的就是说吃起来比较脆一点 因为它削的均匀 这个机器削的嘛 它好像是这个有一圈一圈的 好像摇起来的话 比较好摇一点 我一定要把十一件事情做好 给他们树立榜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